民阵18日在举办反送中活动 煞停、警黑乱港 落实五大诉求促使政府回应 当日铜锣湾为原的流水市集会 逼爆港岛多条主要干岛 民阵只有170万人参与 但警方只有12万8千人 党媒则迅速砍文将民阵发起的活动 归咎于一川梅一志英等人领导 并称有乱港四人帮 同时将170万人参与的活动 污蔑为市走圈冲出来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 在昨日参加818大游行 并牵头带领示威者 经高市威高离开为原 一直吸行至中环折大花园 期间大雨滂沱 黎智英并未退缩 还回答了记者有关解放军镇压的问题 不过 中共也因此开动宣传机器 大肆诽谤构陷 并将黎智英与香港资深律师李柱明 立法会直选议员陈芳安生 香港职业律师何俊仁并称 获港四人帮 隶属四人作为 并性为反中乱港的民族败类 而昨日的游行只有三人到场 其中 黎智英在游行中却有回答提问 当被问及解放军会来 黎智英肯定地回答 不会来的 他不敢来 为什么 来的话全世界会制裁他 他并表示 我都在这里 怕什么 好笑的是 党媒在黎智英叫嚣不怕中央派解放军到港文章中 竟然罔顾事实 既没有宣称共军有理由入港镇压 反而隐藏了黎智英全世界会制裁的关键短语 还指他只是一再重复不怕 不过 说实话 这一问题其实美国总统川普也有很好的注解 川普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如若中国政府对香港反送中示威群众进行天安门式的镇压 将会损害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 川普还明确表示 我支持的是自由 民主 并称对香港的局势非常了解 并希望能通过人道的方式解决 话说回来 被党媒化定乱港的黎智英等四人 支持的也是民主自由 并希望和平解决香港问题 而香港被乱 让人详继是左勇者 前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特首梁振英在内的乱港四人帮 加上林郑 真是名副其实 2014年担任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出台831决定 毁掉港人普选梦 张德江获港十三年 如今 示威者五大诉求 第一是 彻底撤回逃犯条例 第二是 撤回612暴动定性 第三 必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 第四 成立独立委员会 彻查警方烂权烂暴及原浪暴力事件 第五 全面落实双真普选 这明明白白的五大诉求 竟然被党媒诬陷为港独 这样的不要脸 也只有流氓政权才做得出来 但却蒙骗那些拿着绿卡在国外享受民主自由的官二代们 声嘶力竭高叫来了 流倒不流